用吃不完的蛋挞皮来做三道入营料理吧 擀好的蛋挞皮切成硅程的正方形 撒上白糖上下对折两次 中间再折起来 切成一厘米框的厚片 再撒一点白糖 150度烤20分钟 第二刀蛋挞皮里刷上一层番茄酱 放入苏菜粒 培根 虾仁 植树碎一定要多来一点 200度烤上20分钟 用罗勒碎点汁一下 一口一个的海鲜培根披萨就做好了 蛋挞皮压扁之后直接烤 就会变得非常的酥脆 在烤好的挞皮中间挤上奶油 叠上一层挞皮 放上喜欢的水果 我用了草莓 蓝莓 还有芒果的 打包起来 准备出发去露营了 春天的气温刚刚好 微微的凉风 搭配着蝴蝶酥小蛋糕 真的是太惬意了 快 走给你爱的人吃吧 快 走 快 走